你好,我是有胜,这是BFM财经制作的财经股市 你好,我是建松,今天我们也将继续为你送上国内外股市最新动态 我们每期都有专业的分析师深度解析股市 大致总体经济,小致股像走势,让你东西市场先机 今天我们想来谈下这个基石投资者,Cornerstone Investors 其实它是一般大型IPO都会出现的认购单位 那对于一些比较小型或规模相对比较普通的IPO来说 却是遥不可及的,好像只能坐在那边羡慕那些大型IPO的 而这个现象在马股好像越来越普遍了 那一些投行或者企业也以拥有这个基石投资者而感到光荣的 而如果拥有这个Cornerstone Investors 他们在推借起来那些新股的活动也好像如鱼得水的 对,我想一些投资者会追随基石投资者的脚步 大力的推崇这些大型的IPO 希望借出这些大型的基金或机构投资者 能买上优质的股票从中获利 反而近期出现的一些上市公司 好像没有因为基石投资者的青睐而表现亮丽 所以我比较好奇,这其中问题到底在于哪里呢? 对,其实对于投资者来说 我们到底要如何审视一家上市公司的前景呢? 我想这股东的分量当然非常的重要 但也不至于盲目跟风 那对一些想上市的企业 它又要如何来吸引这些基石投资者呢? 它自己本身要有一个怎样的基本面 还是什么优势呢? 这些基石投资者是不是新IPO的领单线耀呢? 我们今天就来听听专才怎么说吧 我们今天便有Arica Capital总执行长黄德铭 同时也是作为一个基石投资者 他是怎么去看待这个角色在马来西亚 所能够做到的东西呢? 让我们来听听他说法 嗨,Danny Danny,你好 嗨,大家好,大家好 是,Danny 节目一开始的时候 我们现在聊聊 到底什么是基石投资者 在马股的IPO中 到底扮演着什么样的角色? 首先什么是Honesthood里面 是或是基石投资者 他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投资族群 可以一线承诺 在IPO还没有定他的价位之前 他们已经是得到了分配的一个重要的投资了 他们在这个首次IPO 他们有固定的数额 或者固定的数量的股票的一个投资者 他们是在IPO还没有真正的去做 建议或者是我们的市场 集资活动之前呢 他们已经得到投资银行的认定了 他们大概有多少个固定的金额 当然他们也不是说 因为那价钱还没出来嘛 因为还没有在不建议之前 已经是认定 所以他们是在投资银行的guiden 它的价格范围之内 他们认为这个价格我们可以拿的 那么这个基石投资者就会说 要认定我要多少的固定的金额 那么如果有10个的话 那么10个IPO的Carnestad Investor 就拿了数额的分配 那么对这个issue来说呢 就不需要说很烦 去找其他的那些投资者 其实他的这个 基石投资者的股票份额呢 是评分的吗 还是由这个投行来决定说 我想给你比较多 你比较少 通常呢 投行跟这个issue呢 都会有一个讨论 在这个IPO里面的分配 有多少是给Carnestad 有多少是给Anker Investor 有多少是给市场大众的 一般的投资者 当然他不能够全部给Carnestad 或者是Anker Investor 他们是有他们的策略性的 没有我的意思是说 好像今天我们有10个 Carnestad Investors 这10个拿到的份额 都是一样的吗 还是有的比较多 有的比较少 对啊 还是要看这个投行 他们是怎样看待 某一些Carnestad Investor 比如说我们曾经是做过Carnestad Investor 可是我们的那个数额 通常都比较小 因为我们整体上的 那规模不大 对其他的即时投资者 比如说这个ETF 或者是其他比较大型 就是国外海外的投资者 比如说国际的投行 他们有进场的话 他们的数额通常分配比较大 但我们看到 从Mr.DIY SITOS 到准备上市的Farm Fresh 不难发现 有即时投资者参与在其中 但这一些所谓的Carnestad Investor 就能够保证 标签的股价的表现吗 有没有看到 比如说Mr.DIY 你也提到的SITOS 或者是就这样要上市的 Farm Fresh 通常这类大型的 还没有上市的公司 他们都会找一些Carnestad Investor 这些大型的基金 因为是他们大型 这个即时投资者 如果表明要进这个IPO的话 就是说他的这个IPO的需求 应该会很强劲的 你会听到的 通常市场说 有多少倍多少倍 oversubscribe 就是因为有这个即时投资者 已经是拿了某一些分配了 所以剩下的不多 市场通常看到有Carnestad 有比较大型的即时投资者 因为有这个光环效应 这些大型的投资者 他们都进场 我们应该也可以 因为对散户来说 他们是缺乏一些 比如说分析公司的营运 或者是对这个照股书 说明书或其他方式 评估投资的一些重要的事件 他们都可能没有 比起即时投资者 这么详细 这么重要 所以如果有即时投资进场的话 他们就有这个光环的效应 就对一些投资散户 就大大增加他们的信心 通常有些这东西 这个IPO就比较表情 比较有看头了 可是也不能保证 那个股价一定是非常的好 对不保证 对你们来说 Areca也是IPO的即时投资者吗 你们的标准在哪里 你们是怎样去选择说 这个股 这个IPO 我是想要当即时投资者 首先我是要谈一谈 有分别 大型机构投资者 他们的出发点都有分别 所以有一些是比较策略性 我们叫做 Strategic Investment 所以他要做Strategic Partner 就是策略性的伙伴 跟上市公司 所以他们就比较注重他们的公司 对这个组合来说 有多大的一个策略 另外就是好像说一些 Carnestand或者是Anker Investor 他们就通常是看回酬 看对这个股如果上市的话 对他们的投资者有多大的回酬和帮助 所以我在选这些IPO之后 我们通常会看几样东西 对他们说是 这个股会不会对我组合 会不会有多样化 或者是这个股市有重要的独特性 它的股值会不会便宜 会有上升的空间 那么也要看到 当然市场的情况 对这个股 或者这个股在这个行业里面 有多重要 在现在上市的公司里面 有多少公司是属于这类的行业 这些都要看 那我们了解完Carnestand Investor的一个角色之后 我们再看一下 对于我们而言的话 一般的少互的投资者 到底应不应该追随即使投资者的脚步呢 风险又是会在哪里的 其实最重要的IPO是它的Market Timing 要看这个市场的情况 它的那个投资情绪怎么样 你的IPO有多好也好 如果投资情绪对这个上市股是不利的话 那么你怎样强 怎样多的Carnestand 也不是说它有很出色的表现 投资者不是说一定要追随这个即使投资者的脚步 可是通常很多散户都会这样做 可是要看Pro and Con 即使投资者是好事 因为通常即使投资者就说明了 这个股也不错 可是就是因为有这个即使投资者 它往往这个issue或者IPO 它的股值会比较高的 因为看到有即使投资者嘛 这么多人看中我的IPO 我不会降低我的IPO价格的 Version比较高 它的上升的幅度就比较低了 那么你下降的风险就比较高了 而且要看这个会长几次有 还是短期的一个教育这样子 还是看这个IPO的stock的成分 那我有发觉到一个现象是 即使投资者呢 他们选择的那个股项都是主板的一些公司 也不是每一家主板上市的IPO 都有即使投资者有些是完全没有的 之前我记得Pavilion Reed 在大概十年前上市的时候 他们只有六家即使投资者而已 那今天的这个Fundfresh呢 是有整三十多家的 那我觉得说 为什么一些主板的公司 它又拿不到这个即使投资者呢 这些ex market的只能看 他们好像也没有看过 有什么ex market的公司 有这些即使投资者 那这些公司呢 需要怎样去吸引这些投资者 主要我还是要看这个IPO的它的独特性 它是在作为某个特定的业务 或者它的行业 在提供投资者的选择 在consumer product里面 我们有看到有Nestley 和Dutch Lady Fundfresh是本地的唯一 是可以在这方面 是有一些市场率的 至少他们marketing share是有的 而且它marketing share 慢慢的要越来越大了 拿掉其他的上市公司 是在这consumer market里面的一些市场的率 所以变成market share它是越来越大 所以在这方面 尤其是本地IPO的本地业务里面 它是比较不错的一个公司 所以吸引到很多投资者经常 要作为即使投资者 或者是angle investor 即使投资者的角色 在国际市场上到底是常见的吗 而在马来西亚跟其他区域做比较的话 在吸引即使投资者方面 到底有什么优势跟劣势 股市比较独特性的 都会吸引海外海内 不过你要谈到 正在马来西亚 在新加坡 在香港 在亚洲 是比较不错的 在国外除了一些 比如说美国 是比较少 因为他们的基金比较充足 而且投资者比较多 这方面在亚洲就比较出色 比较多一些这些即使投资者 这些即使投资者 他们有没有说倾向哪一个领域的吗 一般他们的投资期限会有多长呢 是三年五年还是更长 还是其实也是一个短期的投资呢 其实也没有啦 他们没有说什么倾向什么领域 不过还是要取决于这个投资的目标 是他们要选这个IPO 是作为他们的吃力控股 比如说 或者他们要使他们的组合多样化 或者是要增加这个投资组合的收益啊 通常我们的出发点就是要增加这个收益嘛 要做好这个投资 要看这个投资回报 这个是重点嘛 中期和长期 就看这个股的那个情况 是不是可以作为中长期那个策略性的持有 或者我只是说 这个IPO它升到某一个价位 我就要套利了 如果市场情况投资情绪不好 就算这个公司的funtum也是受到影响的话 一些比如说EPF 这可能他们会比较长时间持有 可是对一些投资组合的话 因为他们是看投资回报 如果投资者 尤其是一些基金啊 投资者看到的投资情况 投资情绪不好的话 他们都会redeem 就是收回他们的那个基金 如果他们的资金出的话 那么身为这个基金经理 他们没有办法 他们一定要卖上手上的东西 有没有可能投行跟这个基石投资者 还有这个issue 他们会做一个agreement 我今天让你做我的基石投资者 可是你必须在这个期限里面 你不能够卖我的股 对 在马来西亚 在新加坡就没有这个lock up的period 就说我们有这个monitorium 所以如果你没有特定时间 你不能够卖的话 通常都没有这个lock up 因为如果有lock up的话 比较难吸引到投资者 如果没有lock up的话 当然也有些是有这个期限 比如三个月或者六个月 马来西亚新加坡的authority 就是我们的SC 是没有impose这个东西 可是在香港有 香港如果你是corner 你要lock in六个月 在马来西亚就没有 在新加坡就没有 通常投行也可能作为上市公司的 一个股票 作为一个好像说短期的保障 他们就有这样的agreement 说我不允许 如果你要参与 我们作为一个基石投资者 有一个共同的公司 就说我们持有这个股项 最少三个月六个月 它的IPO对他们自己的 那本身的业务 是比较有信心的话 他们根本不用这样做 我比较好奇的是 拥有基石投资者 对公司而言到底是好事情吗 还是可能也会成为一个的绊脚石 那对于这些公司发展而言的话 会不会成为绑手绑脚的一个的局面 说这些公司可能要跟非常多的股东交代 什么投资者也好 如果公司它基本面比较强 他们根本不会受到控制或者是影响 主要是要看市场的流动性 怎么也好 如果那个股票没有这样大的流动性的话 那么某一些投资者可能会吸取这些散付的东西 那么变成越来越大的投资 他们就要求进去董事局 那么就会有一些 好像你所说的帮手帮脚的东西 可是通常都不会 因为主要的股东都持有比较大量的股票 就不会说有这样帮手帮脚的东西 可是还是要看市场 怎样看这些公司 好像我所说的 这些公司好还是不好 Danny 所以这么久以来 你到底有没有看到 马来西亚的即时投资者的整个的结构上 有没有产生比较大的变化 我们已经是吸引越来越多的即时投资者 参与到马虎的IPO市场里面了吗 IPO给投资者的印象 就是IPO赚钱的就会比较大 就变成很多人倾向要买IPO的股 要去apply这个IPO 那么对这个上市公司IPO的要求是越来越高 就变成很多人要进去做这个即时投资者 因为即时是有固定的分配 就变成好像是guarantee了 你作为即时 你就guarantee拿到这个分配 如果一些比较热门的一些IPO 比如说Farm Fresh 可能很多人都拿不到这个股 因为它太吸引人了 变成比较标签的这个股 就变成一些人怎样也好 要进去要作为一个即时 所以变成这个即时 Quarne Stone的concept 就越来吸引很多一个大型的投资者 要作为Quarne Stone 这样的话也好也会不好 它的那个进展是好的 因为降低这个IPO的风险 因为你怕你要上市 可是没有吸引到很多投资人 变成你的上市可能会不大成功 可是当有了Quarne Stone的话 那么你的上市的风险就降低 而且你的股值也会被推高 这个是比较好的东西 对来说 可是不好的好像您说了 太多即时投资者 也会把这个IPO 它的股值推高 所以我们可以来总结一下 其实即时投资者 它是一个品牌 如果你有了这样东西 你在做起这个IPO活动起来 你可以说是非常的顺利 像我听了Danny这么说之后 我就觉得真的是 内行看门到外行看热闹 了解了这个 Quarne Stone Investor 扮演的一个角色之后 我更加了解了 在整个上市公司 在准备上市 到成功上市的时候 关键的应该是有三大因素 一个是天时 一个是地利 一个是人和 而Quarne Stone Investor 就是在人和这方面 扮演很大的角色 当然这些公司 有了即时投资者 也要继续做好他们的工作 不然这些投资者走了过后 那个股价表现什么 也会受到影响的 是 那我们今天非常感谢 Danny你带我们的节目当中 来跟我们分享 即时投资者所做的事情 谢谢你 谢谢Danny 好 谢谢 财经股市是BFM财经 制作的股市分析节目 这个节目将在每逢星期一 中午12点 在我们的脸书专页 BFM财经和YouTube频道 同步Live播出 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 记得在我们的脸书专页 追踪最新一期的节目 并订阅我们的YouTube频道 我们下集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我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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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我们的支持